回来 诶真的耶 我怎么这么喜欢 耶 好的 现在接着是 下集 下集就是 我在河口湖买的一些伙伴 还有在日本的北海藏物餐店买到的东西 第一个 北海藏物餐店买的 买的烤玉米 对 没有错 而且我还买了两根 为什么会买这个烤玉米呢 看起来超红妙 而且这个很重 大家都想说为什么 为什么要浪费行李箱空间买这两个 原因也很无聊 主要是因为之前我去 全家买了一只烤玉米 就是台湾的夜市吃得到的烤玉米 然后我就记得 哦 那个味道其实算还蛮还原耶 我觉得玉米 没有非常的鲜甜吗 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我就想说 好想吃吃看 如果是这种真空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真空的 我就想说 嗯 那这个吃起来也不知道会不会比较不一样 但我觉得 台湾的烤玉米应该还是比较厉害 因为台湾的烤玉米外面有一层很厉害的酱 然后 然后 再来就是 这个 它本来还有一个 巨峰 巨峰的羊羹 但我已经吃掉了 对 反正就这个系列的 然后它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也是在河口谷才有的哟 我们开了这个巨峰 好大根 你看它现在 它其实是一个蒟蒻状 好葡萄喔 跟我平常吃的羊羹完全长得不一样 怎么葡萄蒟蒻吗 沙沙的 沙沙的喔 看不出来 外表看不出来 我们现在现场闻葡萄味很重 嗯 我没吃过过 你吃葡萄的羊羹 我拿了 我是真的没有吃过羊羹喔 因为我在开始之前 我会问他说 就沙沙的啊 有点像年糕 然后再没有那么稠的口感 嗯 就是它没有那个麻糬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沙沙的 有果汁的感觉 对 但一般就是红豆 我有点没办法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 除了红豆味道以外的 有点类似这样 好啦 我觉得是 浮味道真的很 很爱 这个面就看得出来 沙沙 现在就沙糖做的东西啊 嗯 好口糊的 还有这两个 就是这个 是要给欧雷的 欸这两个好像是算给欧雷的吗 虽然没有给他啦 这个就很像是我跟他的合体欸 欸没错你看 你看欧雷眼睛突起来 赫 赫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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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 就很适合他整个 包装物 又很适合狗狗咬 又很适合丢出去 又会叫 欸欸欸 狗狗很激动 完了 好接下来好像是在北海道物产店买的 富士山就是两个 北海道物产店 我就买了 我最喜欢的 明太子的味道 耶 再来是 这个 牡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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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煮 汤的时候 我觉得汤的味道不够 但是你又不想增加鲜度的话 就可以用牡蛎来增加它的风味 然后呢 还有 这个也是 这个是 粉末的昆布 这也是煮汤的时候可以用来加的 好棒耶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吃 因为它就是看起来软软的那种 日本的下韭菜的这种 鱿鱼跟花枝条其实蛮多的 但我觉得这种很好吃耶 我还蛮喜欢的 还有那种 唐吉柯德会卖那种干贝 就是那种在灯空包装里面打开 就直接有调味可以吃的那种 那种也很好吃耶 我觉得那也很好吃 日本的海鲜 都做得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也是唐吉柯德卖的 这个半生遗迹锅 其实我已经差不多快吃完了 那就是 欸是不是最近台湾也很流行那个啊 干燥的草莓 它就真的是有点半生不熟的 半生不熟 富士商我刚刚有个东西没有介绍到 紫水晶 开运紫水晶 虽然我平常没有带新这个啦 但我就觉得很可爱所以就买了 然后它这个 紫水晶上面有十二生肖的差别 你可以选你自己的生肖 啊我是龙嘛 所以我就 买了龙的 还有一个是小三的 Omama Mori 这里 它写说这个里面有 富士山的熔岩 富士山不是火山吗 它就把熔岩放进这个 小小的Omama Mori里里面 很可爱耶 它这个 它有很多款式啦 我是选了一个很正常的富士山 然后加樱花的 我记得还有什么紫色啊 然后有一些很特别的配色 我就选了比较少女的一点 可爱耶 还有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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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葡萄的羊羹 又是羊羹 我买了超多羊羹 我买了桃子的羊羹 然后紫葡萄巨峰的羊羹 然后它们的色香葡萄嘛 Mascot 对 我还没有吃但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一般来说 喜欢吃羊羹的人 应该是会喜欢原味的 红豆的味道的 但是因为红豆的味道实在是分 太细腻了 百货公司 我觉得要 要吃过才可以比较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贵的羊羹不一定 就不一定合我的胃口 老实说 因为有一些真的很 腻的 或者是它可能 做的比较细的 我觉得就是水分怎么样都差很多 我觉得羊羹真的是 这个是个非常看口感的东西 但我真的很喜欢吃羊羹 其实有时候就算是在超市买的 只要不是那种最便宜最便宜的 其实也都很好吃 大家不要对羊羹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就是它 它其实不一定要很甜 就是你可能会印象中 会觉得 它就是一个要配茶吃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我吃过 我觉得好吃的羊羹 都没有很甜 来了 要拖多久 鸡娃娃 我就问你 它看起来很害怕是为什么 我不懂 好啊 就这么冷静啊 是这样子吗 看起来很像里面有包猫草耶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很像那个 鱼竿 最近出的那个 猫草包 嗯哼 只是有点长而已 他有在咬 他已经在咬了 好像里面有猫草 欸很厉害他很厉害 他知道我这个给他的玩具 因为他有叫了吧 好聪明喔 可是这个真的好像 不是很好拖行 我没有在管啊 我没有要理他 OK喔 好 欸 哥 欸他很厉害 他抓到要中间耶 天啊好棒喔 好可爱喔 天啊 他想像那个耶 索隆 真的耶 好厉害喔 我就跟你说 他很适合这个玩具吗 你看 有成功喔 -哇好厲害喔! -哇好厲害喔! -牠像沒有辦法拿起來甩 是不是太重了 -沒關係 剛才有挑戰你 -哇好厲害喔! -這是一個傻瓜麻麻 -哇好厲害喔! -哇你看牠會打人耶! -牠以後就可以打你了! -哇操 謝謝你 謝謝你 -那我會把這東西沒收 -養Oley好像在養那個 -從小到大的男生 -你看牠好威武喔! -你知道我一直在說牠走一走之後牠會卡住 -牠會很好笑 -你看你看牠喜歡 -過來! -感覺要跟牠搶 牠就會咬 -欸真的耶! -我怎麼這麼喜歡 -可能跟平常牠的玩具不太一樣 -可能跟平常牠的玩具不太一樣 -哈哈哈 -這是很喜歡的意思喔 -我覺得是耶! -因為牠從來沒有玩具會生氣過耶 -對啊 -牠居然很喜歡 -喜歡到會生氣是什麼意思 -還是牠就是喜歡新東西 -應該是 -喜新厭舊 -好啦! -我沒有要搶 我真的沒有興趣 -這本來就是送你了 -掰掰掰掰 -耶! -我的禮物 -成功了耶! -下集就到這裡啊 -下集好像比較簡單快一點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這個 -送頭戲就是這個而已 -我自己覺得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分享訂閱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還有Facebook -就這樣掰掰 -掰掰 -誰家的狗這麼可愛 -誰家的狗這麼可愛 -誰家的狗這麼可愛啊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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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